近期兩次風災都在高雄農業造成嚴重損害 雖然市府在第一時間就向中央爭取全品下免堪救助 但部分農民可能受到二次傷害 依規定是無法連續申請 因此市議員江瑞宏希望市府農業可以盡全力協助 讓每個農民都能降低損失 整年的農民會生氣 整個掃掉了 在此市民請我們農外共對我們的財財 對我們農民 市民說可以替他們 來證明我們用現金來幫他們補助 我們摘損比較重的 大概有香蕉、芭蠟和湯 早上就說過下去 包括蔬菜下去 所以在這個 我剛才所說的 這些是我們爭取到面堪的品項 農業部也都已經有發佈了這個摘損的救助標準 但是就是說 開明台風一次已經有救助了 你沿途而來 它沒辦法人第一次的救助 所以二次傷害 你第一次有你的二次傷害 可能就沒有辦法 但是在一些設備上 它還是可以申請到一些補助 當然你這農民的時候 你二次傷害沒有辦法救治一些補助的話 我們想要去修科其他學民 來幫他們加碼 幫他們協助 來檢視農民的負擔 蔡民區的果菜及肉品市場 簽簽案延宕多時 目前只有果菜市場有共識 朝向整修的方式進行 肉品市場則是回歸原點 深遠核權方式希望農業區可以加快腳步 讓周邊區域發展可以持續向前 今年八月 市長也表示說 市長要朝整修改善的方式去進行 而且要在兩年一億的額度內編列預算 來做一些建築拉皮 以及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那甚至行政大樓的部分 最新的好像是要配合我們捷運黃線的開發 聯合開發來做進行 是不是這樣有確定 以及這樣再來的期程多久會來完成 這是第一件 那第二的 馬平市長也感謝你們 今年很努力的交通和協調 那八月的時候市長也有財事 要持續的來溝通協調 但是你們也跟我們講 他的開發不變 的經濟的經濟的開發是不改變的 還是用地是不是再跟他融合 那邊做最好的交通和協調 可能就是兩年內 編列一億 一年大概就五千萬來進行修繕 包括剛才議員講的 甚至拉皮 甚至一些環境的改善 包括冷凍庫方面 罵民土地的未來 他們的編列是很對待 他們沒有辦法去確定 也沒有辦法做民事 說要怎麼來 讓他們相關的潛意情況之下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讓他們以和平的方式 來進行訴訟 如果確定之後 把這個訴訟過程來確定之後 他們該怎麼做就怎麼做這樣 另外近期傳出多起蛇 出現在公園環境的狀況 甚至有民眾因此被咬殺 對此議員也特別在會中提出 希望農民區可以設法改善 保障民眾的人身安全 接下來歡迎來到床報道